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AI 关于AIPC 那AIPC之后呢 你究竟你要留意哪些题材 其实很多时候呢 美姐都一直告诉大家一个观念 操作上我们唯有领先布局才能够抢得先机 那既然你如果说认为2024年 如果经济是会好转的 如果你认为2024年是有行情的有题材的 那为什么距离2024年 就是跨年 就倒数封关倒数 最后一个交易日 你会选择去观望呢 这有点矛盾对不对 那其实很多人呢 我们看成交量就知道 很多人的心理的想法就是这样 那我们看到昨天呢 美股呢 放夜亮节回来之后呢 交易虽然是比较清淡一点 但是你看到喔 新台币它是呈现一个强生的一个态势 我在盘中看的时候呢 还强生超过两角之多 目前是升值1.9角 那在台币持续强势的一个情况之下呢 今天台股的交易呢 台股也是在平凡附近呢 霞幅震荡中场是再创今年新高 再创今年新高 那是收在上涨18点 收在17910 那大家在想说万八究竟会不会过 那万八过或不过 你想那么多要干嘛 过或不过 重点是你的股票会涨吗 涨得动的股票 才是好股票嘛 对不对 赚得到钱 你的股票 股票涨得动你才赚得到钱嘛 对不对 赚到钱你就能够替自己 包个年终奖金 安排个错误行程 这都可以啊对不对 可是呢 你如果说机会不肯把握 你想要流失的话 那你也只能看着别人跨年啊 只能看着别人跨年啊 是不是这样子 那既然行情虽然清淡 但是中场它还是一个拉伸的 尾盘还是一个拉伸的 那我认为呢2024不会没有行情 我认为2024不会没有行情 那我待会就持续跟大家做分享 为什么 首先从 第一个角度来看就是 新台币的走势 那新台币呢 你可以看到 台币其实是升破31元的大关 那今天呢 盘中我看呢 强身两脚 那其实在这段期间以来 虽然大盘没有说真的很强 真的没有说长个三四百点那种强势 但是呢 你看到台币这样子强身的走势 你认为资金潮会离开吗 你仔细想想这个问题 那如果资金活血都还在 台股会不会动 但是你会问梅姐说 那可是问题是 那今天为什么才小涨18点而已 那为什么最后是霞浮震荡 那资金潮都往哪里去了 都往哪里去了 其实现在呢 只要资金潮没有流失 我们看台股就知道 资金潮没有流失 你看连外资放假 他也不忘要买台股耶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外资法人 投信 他们都纷纷的 还在加持着台股 那为什么量能呢 还是在分官钱倒数钱 会萎缩 那其实这一点都不意外啊 这一点都不意外 为什么呢 因为以往大家都这样 以往大家都这样 其实有时候有没有人 想过有一个问题啊 2023到2024跨年 那有人会想说 会不会有什么变数啊 好那如果有变数 其实你也不过是多放了一天假 你也不过是多放了一天假 那你是放10天吗 所以呢大家会想说 哎很可怕 然后就观望 这往年都这样 但是这也是美姐一个迷思耶 我不晓得大家为什么会这样子 大家为什么就是 卖盘就是会比较缩手 但是呢在这边我总觉得啦 那资金如果活血 他资金就好比是股市的活血 如果活血还在 那你就不用担心 行情呢 会弱到哪里去喔 那操作上 其实永远就是要领先布局 其实 嗯我们如果 现在已经是2023的年末了 那我们 回过头来去 回顾过往的这一年 我们经历了 许多 当我们同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 纷纷扰扰 掌掌跌跌 然后呢 再近三年来 好 疫情也发生过 连战争也发生过 然后呢 接下来又要面临 选举 这种议题 那 我还是跟大家讲啊 操作永远的时候要领先布局 你如果说喔 看 飞弹炸过来 试射过来之后 你才要去布局军工股 你看那个 鸿海的问题啊 你才去布局海运股 那我觉得都是路后啦 那一切一切 我觉得我 回顾过往2023年 我觉得我对得起自己 我在领会员操作领先布局 就像 10月16号我就已经跟大家提醒台积电 今天其实尾盘是拉的 有拉伸啊 有做拉伸啊 然后所以你才会看到涨18点 那虽然小涨18点 那其实台积电呢 他也有做贡献喔 我看一下台积电 台积电他尾盘 他尾盘拉伸了 两块钱 尾盘拉伸了两块钱 所以呢 台股也拉了个尾盘 但是我们在10月16号的时候 就已经都跟大家提醒 当压回的时候 你要去布局 美姐的操作也是这样子 我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台积电 带领会员领先布局台积电 我们是超出在5500以下 5500以下 那现在呢 其实都已经来到593了 都已经593了 其实现在 今天是创本颇新高啦 那其实 既算席值又算价差 大家记不记得 在这一段期间当中 他有配席 配席3块钱 而且呢 他又是一样 一如既往 秒田席 呈现秒田席的一个情形 所以 你看呢 台积电这个样子 台积电这样的强势 那你认为 其他的 电子股 还有什么 可以接棒 还有什么 可以强更强 连全值最高的台积电 他在今年的年末 都能够有这样的表现 即将就要挑战600元的关卡 即将就要挑战600元的关卡 差没多少钱呢 他们多少钱呢 但是其实 梅姐想要跟大家讲的 不是说我们赚多少 而是我想要跟大家强调的就是说 唯有领先布局才能抢得先机 那领先布局的重要性 你可以看到 我给我的会员一个观念 我们的操作 永远 永远 都是领先布局 不需要等他长高的时候 再去追价 我们依然能够 既赚席值又赚价差 纵使是全王台积电 你可能想说 哎呀那 纵使他长了一波 那我们赚席值也赚价差 但是你会觉得说他慢 你会慢 那我之前跟你介绍的联发科 其实你如果领先布局 你算算看 你如果每天做当冲 你的胜率假设你有六成五成以上 胜率六成 那你一天赚一块赚两块你就跑 一天赚一块赚两块就跑 那你整天必须要盯着盘看 整天必须要盯着盘看 而且你还有可能 出现损失的风险 当然你做波段也有可能有损失的风险 但是领先布局 比事后追价的胜率 总是高的 是不是这样子 就像你看7月20号 我节目有时候领先介绍联发科 那联发科呢来到692的时候 692的时候都不到700块 都不到700块 我在跟大家介绍联发科 甚至呢10月25号的时候 哎 来到818我还在介绍联发科 那结果咧 在12月底 昨天蔡立行说 AI的梦联发科来实现 那你不会在昨天才是追联发科吧 对不对 那你如果追我不是说不好 只是说 那你为什么不在700块以下买呢 那你为什么要在1000多块以上追呢 当然他整体的现行 今天虽然是有修正 那整体的现行是没有改变的 整体的格局是没有改变的 那你有没有想过 你如果换个方式 你从领先布局了 角度先去学学看 从六字头来到千金谷 还是你到千金谷 我昨天跟你说 你如果在创高的时候再去追 那今天的修正 今天小幅度的修正 我们看来 嗯 我们还是大赚了 我们还是大赚了 但是呢 哎 那你如果是今天去追价的 你今天想说我来出国当冲 因为昨天那是大涨的 那今天如果再涨一下 那是千金谷 再涨一下 对不对 再涨个半根 你又可以赚很多 那你的想法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要去沾个酱油 要去沾个酱油的话 你今天又吃到闷亏了 所以呢 操作你如果能够领先看见 未来趋势格局 你为什么不领先布局 对不对 11月13号 我熟悉已经介绍到 他的子公司达发 好 年发科的子公司达发 那达发呢 6526达发 后来你会看到这些新闻 那这是在11月底 可以说12月初 年发科手工手机达发 打耳机 不是打耳光 两面全包 两面全包 但是梅姐 跟大家分享 我琢妈影音 我相信全国的观众朋友们 大家都可以来跟我做见证 你 我当天的琢妈影音 我是有跟大家 无私的share的 无私的跟大家分享 你如果有留 联络方式给我 我是分享 11月13号琢妈影 就是6526的杂法 当时的股价呢 四字头 当时股价四字头 那你如果说看到后面说 AI PC要问世 次族群 软硬体整合的寒冲 然后呢 滑硕 红肌 AI PC比一比 你有看过 其实 近期涨的就是这些嘛 那除了联发科 达发 你会看到 我从四字头 介绍到六字头 那今天6526的达发 6526的达发 昨天大家都在讲嘛 对不对 昨天 昨天前天大家都在讲联发科 讲达发 那你如果昨天前天 你看媒体在追降 因为联发科 其实是千金谷嘛 你如果昨天前天 甚至今天 你看到这些媒体在追降 你已经怒后我们多少了 达发你怒后我们百元 联发科你怒后我们多少% 你想想看 对不对 你想想看 你怒后我们多少% 这都是可以做见证的 我在这一天就跟大家分享了 450 昨天的高点到哪里 今天的高点到600 昨天高点到609 所以你们如果是追降的朋友 我一直跟大家说 好 股票追高 风险高 风险在哪里 虽然它格局没有改变 那风险就在于你的心理层面 你会有压力 你会有压力 从四字头到六字头 那ARPC也是一样 华硕宏基 现在大家都在讲 甚至12月24号都有新闻出来 但是我在11月底 我就提醒了 当下呢 第一个阶段就是AI伺服器 第二个阶段呢 涨自研晶片 涨自研晶片 那第三阶段呢 就是广泛的应用 广泛的应用 要推广 那AR3阶段 这我分享的是 Lite小鼠QQ208 在11月22号我放在主页上面 那我第三阶段 我就说应用端全面会扩散 那相关的个股 我是不是就跟大家讲华硕 2357的华硕 甚至呢 在12月19号的时候 我还跟大家讲 这一档 AI概念标股 AI概念标股 那我会员有没有买 2357的华硕 今天再创25年新高 今天再创25年新高 今天虽然有烧险就是震荡了 烧险也是震荡了 但是尾盘它也是小掌 这一档的格局 还是一样再创25年的新高 旅旅创高 那我在12月19号 我就跟大家分享啊 这一天你都可以押回去DJ啊 是不是 那我是不是 就在428430附近 也带领会员买进 我们就在四字头买进啊 对不对 那现在呢 来到哪里了 五字头 四字头 来到五字头 创25年新高 11月21号 Lighter 都已经领先告知了 12月19号标准领先报 我再度的跟大家分享 所以呢 操作你是不是 就是要领先布局 那领先布局 你在这边 啊早早点 你觉得他不会 你觉得他没什么动 你觉得不刺激 不好玩 可是 因为 莫忘你出入股票市场的初衷 你是要赚钱的 你这样子 阿包上来 四字头到五字头 这样布好吗 你就一定要每天很紧张的在那边冲来冲去吗 凡事啦 都要领先预告 我觉得 我们就回过 门心自问 我是觉得 操作你如果说有办法的话 你领先告知大家 不要等到才 连发科成为千金谷之后 大家才能明明分享连发科 那 那如果说第一天 才看到媒体的人去追嫁的朋友 对不对 追嫁的朋友 是不是就觉得 嗯 压力蛮大的 因为毕竟说今天就是 他没有持续的强涨 那 遭险休息一下 但是你如果说有领先预告的 你如果有领先预告 比方说我们在七字头 以下就跟大家分享 你可以留意 你到现在 你有多一个选择权 就是我可以 选择我要获利 对不对 或者是减码 或者是 加码 反正你有空间嘛 对不对 那我12月22号 我跟大家讲 除了 连台积电也都领先预告 连发科也都领先预告 达发也都跟大家领先分享 华硕是不是也都领先分享 我light小老鼠QQ208里面都有啊 对不对 那 12月22号礼拜五 我跟大家领先分享什么 你昨天有看我节目的朋友你就知道啊 这张股票是什么 10月22号我节目还提醒 华硕宏基人保以外 AIPC你要输一层吗 加入light小老鼠QQ208 我就跟大家分享 这一档是什么 大家请看 这是我在上个礼拜 在上个礼拜我跟大家分享的 在light主页上面跟大家分享的 就这么一档股票 我说记AIPC 然后呢AIMB题材 之后 不是AIPC AIMB 除了宏基华硕人保外 你还要注意什么 我就跟大家说这一档 对不对 那这一档6719的励志 标果领先帮来跟大家分享 这边你是不是都可以买 然后呢 你今天才想追吗 你今天才想追吗 今天他已经又在创高了 我昨天也还在跟大家讲 昨天盘总联系 我也还在跟大家讲 是不是这样子 那今天又在创高 你创高你才要追吗 为什么操作你不能领先布局 我想不懂 为什么压回便宜你不买 为什么涨了十几% 你才想要去追 往往你都是看到盘面的消息 也不是你的问题 那我再给大家做一次机会 AIPC之后 你该注意什么题材 我呢 今天就放在light的主页上面 跟大家做分享 你又错过励志的朋友 6719励志的朋友 AIPC之后 你该注意什么题材 我放在light的主页上面 加入美姐的light 小小鼠QQ208 那我就放在主页上面 那主页在这个位置 这边有个像记事本一样的一个 按钮 点下去之后 你就可以看到 美姐就都跟大家分享 就像之前我跟大家分享的励志一样 是不是 所以领先布局的重要性 除了这一些AI的概念以外 那你想想看 领先布局究竟有多重要 你看到鸿海危机 说这个海运 下个月要涨两倍 你才去追 常文阳明万海 互贵三雄吗 夜门叛军 这些等等 那我上周我才提醒大家 2603的长荣 上周 才提醒大家 12月22号 我说长荣 你这两天还追近的话 压力就落在你身上 我真的不是诅咒大家 那你看 2603的长荣 22号就在这一天 我说你这两天才在追的朋友 压力会落在你身上 那你看近期 上冲下起 上冲下起 压力是不是很大 这就是压力 无形的压力 无形的压力 会让人老 那你看我在12月11号的时候 领先 又是领先 又是领先 这领先不觉得重要性 我跟大家分享什么 2636台华头控 那 我是看到他的物 他是物流业的龙头 琢麻影音 这次就没有公开了 打发就真的是公开 跟大家分享 那这一次是我会员专属 台华头控 10月12号 我盘中连线 这就是公开 盘中连线 我说 SCFI上涨带动货柜航运 我是看指数 SCFI的上涨 不是因为看鸿海的事件 这是台华头控 我看好的是台华头控 台华头控 如果我们在会员买八字头 那我们呢 在这一天 12月25号 虽然我们不是出在最高点 但是呢 我是在八字头 出在九字头 八字头出在九字头 我给自己一个机会 就是获利出场 因为我是领先布局 我多了别人 最高的人 一个选择权 什么选择权 就是我可以获利了解 所以领先布局在这边 与事后追价在这边 你现在是压力很大 头很大 但是你有没有看到 我 在这边是释迦获利了解 台华头控 我带进 我带出 我带进 我带出 所以我们也是掌握 昨天节目还在提醒 当你还在执着 要不要继续当水手时 你先想想看 你错过多少机会 双高操作策略 好股票 第一个领先布局 第二个不要追高 你如果没有领先布局 选择低阶的机会 才能够有获利 才能有获利 那 但是算 讲是这样讲啊 但是很多朋友 还是永远都在追价 那与其你永远都在追价 你为什么不跟着美姐 马上起张点 你看今天是12月 嗯 今天过后是12月最后一天 也是你最后的机会 你想要跟着美姐马上起张点吗 最后的机会喔 元月有什么题材喔 如果你看到元月的题材 如果你看到元月会会讲 2024会讲 元月什么题材 我跟你讲CES战 像选前的充斥 1月13号 大选充斥 所以 现在你不把握 你要哪时候再把握 再加上 过年通常都有红包行情 这些题材 足以让大盘涨多少 你想想看啊 但是你今天 你还在追价殿除能 美姐是不是 你看1519的华城 今天涨停 今天涨停 那你在过去 你为什么不买 为什么在下跌过程当中你不买 我要等涨停之后 我来去锁涨停 明天 明天如果开高赶快出 很多人就是喜欢这样做短线 1519的华城招盘 你追啊 我今天涨停 那你这边如果没有出 有些人还是帮忙锁 还去帮忙锁 还去帮忙锁 如果帮忙锁 明天如果它震荡 你要跑得快啊 那美姐一再跟大家分享就是 1513中心店 它长得虽然没有划成 一气呵成 但是呢 它的题材面 你从我的盘中连线 你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在12月21号节目才提醒大家什么 130元中心店你都敢追了 你操作里面都在追价 130元中心店你都敢追 那为什么115元不买 我们看一下 113中心店 现在119 对不对 是不是已经又有价差 另外呢 12月21号我节目我还提醒 237的大头亮缩回刺 那 当20号涨5% 很多人就又去追了 但是亮缩回答 为什么不敢买 对不对 亮缩回答 为什么不敢买 这边都是你布局的机会啊 我告诉你 现在是亮缩喔 放亮后他将会表态 放亮后他将会表态 想要成为赢家 一定要走在前头啊 连发科六四头 担心会不会破底 那现在呢 今天我 今天连发科 你呢 也许你高攀不起了 打发四字头的时候 你在笑他 转上四字第一天就变破发 那现在呢 当美姐在看AIPC的时候 介绍华硕的时候 你还在看伺服器 这叫落后 这叫落后 过去呢 我们今天好像都回顾2023 其实呢 20231月3号的节目 我们跟大家分享的这个 材料KY 当时股价不到200块 结果呢 去年 2020 2023今年 大涨近六倍 但是我们也是领先布局 那2023年 剩下最后一天喔 明天最后一天喔 你要报什么股跨年 你出过多少 你还要出过吗 赢在起跑点吧 那不要忘记你出股药市场的初衷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讲 跨年倒数54321的特别优惠专案 今天就要结案 那如果你想要把握 2024行情的朋友 欢迎你波拉专线进来 跟助理人员洽询 美姐带你 逆转胜 最后祝大家明天都可以操作顺利 我们明天再见 掰掰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 欢迎你 按赞 订阅 加分享给你的朋友喔 并且加入LINE的官方账号 加入这个账号之后呢 你就可以比影片更早的知道这些股票喔